最近英国老爷们那是相当的郁闷 英国境内各大超市的蔬菜区 那是空空如也 很多英国人发出了悲鸣 连番茄都吃不上了 而且物价飞涨 很多在英国的留学生说 最近在英国必须要去早市 才能抢到蔬菜跟鸡蛋 前几天有个英国老人家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以前二战期间都没那么惨过 现在却什么都买不到 到底谁才是被制裁的国家 还有灵魂拷问呢 由于这次英国遭遇的食品短缺 非常的严重 英国议会里面是炒成了一团 大家注意看这位女士 这是英国负责环境 食品以及农村事务的大臣 叫做特雷沙科菲 当时她在下议院被其他议员质询 人家就问她了 现在英国老百姓连食品都买不起了 你准备干点什么呀 你猜这老姐姐怎么说 她竟然说 你没钱买不着食品了 那就努力工作呗 不就有钱了吗 当时她这何不识肉迷的态度 直接让下面问问题的议员都傻眼了 这话让人都接不下去了 之后又有人问她 现在人们吃不到番茄了 那么该怎么办呢 这位大姐又说了 吃不到番茄 很简单 你可以吃大萝卑呀 然后这视频就被发到了网上 英国人是骂声一片 不过骂归骂 根本不耽误人家拿俸禄啊 英国媒体特地把她说过的这个话 头版头条放在了报纸上 并且把她的头 PS成了一个大萝卜 以示抗议 不过抗议有用吗 没有用 你可以抗议 只要有用 就算她输了 可能这就是自由吧 记得关注再走哦